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二百零二回 韩丽仔细的凝望了一下空中楼阁 就把目光落到了地上这六家殿阁上 山海阁 白水楼 玉环居 韩丽喃喃自语的念着这六家商铺的名称 同时不停打量着附近的修士 进出这六家商铺的情况 想选一家人气最多的店隔进去 但是一会儿之后 韩丽皱了皱眉 不禁暗自有些苦闷 原来啊 这六家的小店进出的人数几乎都差不多 而且大部分人呢 都是挨个的将六家店隔都转过一圈之后 才依依不舍的或者是兴奋至极的离去 韩丽郁闷之下 不禁宁神重新打量了一下这六家店隔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六家店隔外挑着的旗帆 上面绣着的标识竟然是别具深意 你看啊 山海阁的旗帆上绣的是一头蓝色的怪兽 白水楼呢 则是一把金子的小剑 玉环居则就是一株青色的灵芝草 看到这里 韩丽才隐隐觉得自己啊 好像是搞错了一件事情 为了印证心中所想是不是正确 韩丽想了想之后呢 还是朝着自己最近的白水楼走去 驱魂自然无声无息的跟在他的身后 一进白水楼的殿堂大厅 里面大一部小 长宽 大约有二三十丈的样子 四周更有一排排的白玉雕堂的架子 上面摆放着闪闪发光的各色法器 足有啊 近百件之多 不过行里一眼扫去就知道 这些东西最好的也不过是上街法器 根本入不了他的眼 而在各个架子跟前 有四五名打扮利索的轻衣伙计 正招呼七八名修士 在挑选推荐中的一些法器 不过韩丽和驱魂一进来 就被一位眼尖的轻衣伙计 一眼看出了驱魂的驻妻修士身份 虽然无法感应到驱魂的确切层次 但他呢 还是眼睛一亮 连忙走了过来 在给驱魂伸失毅力之后 这位就机灵至极的问道 这位前辈 想什么法器啊 想必普通的法器 一定不入前辈的法眼 不如前辈随在下到旁边的偏廷内 让掌柜的取一些心道的顶阶法器 让前辈过一下目 您看如何呀 听到这般玲珑剔透的话 韩丽洒然一笑 没有言语 但是驱魂则冷冷的开口说道 前面带路 就姑且看一下吧 听到这驱魂口气如此的拖大 这位伙计更加高兴了 他笑容满面的将韩丽等人 请到了大殿一旁的偏廷内 然后就告退去请掌柜他 但他刚离去 就有一位娇美的丫鬟 进来给韩丽两个人 上了两杯奇香的清茶 人呢 又无声无息的退了出去 韩丽没有客气 端起茶杯 就清敏了起来 没过一会儿 一位相貌旗鼓 三柳常然的中年人 走了进来 这位刚进来的时候 笑眯眯的神色 但是看清楚驱魂的修为之后 就不禁一惊 马上冲驱魂双手一抱 哎呀没想到 道友竟然到了贾丹的境界 真是可喜可贺呀 在下就是这儿的掌柜的草路 益助道友能早日金丹大成啊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神色肃然正重 让韩丽不禁一愣 但心念转动极快的他 马上就明白 对方所说的贾丹境界 应该就是指驱魂的修为到了筑基期顶峰的事情 就令驱魂起身顺水推舟的说道 道友说笑了 金丹大成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 但是在下此次前来 的确是想为了冲刺杰丹而做准备的 但是驱某初到天都街 实在不知道何处才能满到杰丹所需的雪灵水和天火夜 还望曹道友能指点一二啊 曲魂说得非常客气 因为眼前的这位相貌古怪的中年人 也是一位筑基中期的修士啊 哈哈哈哈 这件事好说 我们六连殿是同体共进退的 在下呢 这就给道友联系一下御环居的欧阳道友 若是有这些东西呢 就让他马上给道友您送过来 这位曹掌柜的不加思索的满口应成了此事 并毫不犹豫的取出一枚传音符 笛声说了几句话 就将其化为了一道红光 扔出了屋子 接下来 这位曹掌柜的热情异常的和屈魂攀谈了起来 并不经意的想打听一下屈魂的来历和失门 但韩力怎么会在一个刚认识片刻的陌生人前吐露这些东西呢 只是操纵着屈魂狠狠狠狠的说自己是从外面刚到奎兴岛的修士 因为无意中碰到韩力这位失职就打算也在奎兴岛暂时居住一段时间 听了这话 这位曹大掌柜的越发的笑容可掘了 热情的程度让韩力啊 都有了吃不消的感觉 正当韩力心中暗自狐疑 琢磨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偏听外走进了一位身穿淡青长袍的大汉 此人面色紫红 身材魁梧高大 威猛至极啊 草道友 怎么突然想起雪林水和天火夜了 难道有人要结单吗 大汉一进屋就豪爽的大笑起来 但一双环木啊 在韩力身上略转一圈之后 就盯在了屈魂的身上 此人的这番明知顾问的做法 让韩力心里边暗皱了一下眉头啊 知道此人多半不像他外表表现的那样 是个豪放直爽之人 反而呢心机很沉的样子 心中一脸 他对这个人多了一分小心 当然 韩力和屈魂表面上还是神色如常 甚至略带笑意 哈哈哈哈 欧阳道友啊 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啊 是刚到咱们奎兴岛的屈道友 那这位呢 是屈道友的师职 在咱们奎兴岛已经定居的韩道友 是屈道友到了贾丹的境界 要冲刺结丹呢 曹陆指了指屈魂和韩力 笑眯眯的介绍着 哈哈哈哈 那在下恭喜屈道友了 若使道友能够结坛成功 从此我们乱星海 可又多了一个顶梁柱啊 这大汉大嘴一脸 同样的热情至极啊 但是他马上想起来什么事的 猛的一拍自己的脑勺 仿佛不好意思的又说道 哎呀呀呀 你看你看你看啊 你看我的脑子 哎 我忘了屈道友一定心急 雪灵水和天火夜的事情啊 不过 道友尽管放心 哎 这两样东西啊 我可都带来咯 那就是两个人结丹的分量 都足够了呀 大汉说完了 就将从身上取出 两个放着光的玉霞 搁在了寒厉生前的桌子上 哎 这两个长发灵物的匣子 是用图属性的深海急语 丢壳而成啊 哎 也可以算是一件异宝咯 不过嘛 比起这两种灵物的价值 当然就不可同意而已咯 这大汉 虽然说话里仿佛不在意的样子 但是寒厉 却从中隐隐听出了自得之色 真是有劳道有了 驱魂不动声色的泄道 然后小心翼翼的将两个玉霞一一打开 只见一个匣子里边装的是一团透明的清水样液体 一打开盒子 就有一股奇寒的阴气 朝驱魂呢 是扑面而来 另一个匣子那则相反 是一团鲜红似火的鲜红液体 显得是炙热至极啊 汉里仔细的观察了半天 才满意的将盒子合上 然后抬头向大汉平静的问道 这两样东西 不知道道友需要多少零食 才肯割舍呀 雪灵水和天火夜 虽然没有其千年零药这么携手 但也是世间难寻的灵物 更是辅助捷单 增加捷单率 必须服用的东西 汉里自然是势在必得呀 我们六连店呀 虽然没有进入四大商盟之列 他也是乱兴海有头有脸的商家了 是不是 这两样灵物虽然稀有 他还不放在眼里 七道友 请管拿去就是 只当我们六连店 预助道友结单的贺礼 就是了 这大汉把手一挥 大大咧咧的说道 听了这话 汉里并没有高兴至极的 让屈魂收下 反而按皱了一下眉头 平白无故的 送这么珍贵的礼物给别人 汉里才不相信呢 这世间有这样的好事 就算屈魂是他们口中的假单境界的修饰 这两个人也用不上如此巴结吧 难道说他们另怀有什么心思 这么想着 汉里可就是越发的小心了呀 就叫屈魂把头一摇 这怎么行 无功不收录的道理 屈某还是知道的 这两样东西该多少就多少 屈某这点灵石还是有的 或者两位另有什么难言之隐 见屈魂对送上门的好处 借心十足 曹璐和大汉愣了一下 不禁互相望了一眼 交换了一下眼神 曹璐啊 干咳了一声说道 这个 我两人让道友见笑了 既然屈道友是明白人 那曹某就实话实说了吧 我二人哪 的确是有点事情 需要道友出手相助 那么这两样灵物 只是我们六连殿的掀器心意 若是事情成了 本殿另有大礼相送的呀 这次曹璐说的颇为真挚 大汉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 但是汉里听了 却暗自冷笑了几声 就让屈魂微微一笑 蜿蜒相聚 不满二位 屈某现在全神关注杰丹的事情 没有什么心思旁顾他事 实在抱歉呀 两位道友还是另寻他人吧 屈魂似乎连听什么事情的兴趣都没有 一开口就将对方下面的话给读死了 听到屈魂如此答复 曹璐和大汉没有生气 反而先后的笑了起来 既然屈道友如此挂心结丹之事 那这件事情道友就应该出手帮忙啊 因为这件事情成功之后 我们六连殿所付的报酬 就是一颗将尘丹 这个丹药可是对结丹大有注意的呀 能有一定的几率增加结丹的成功 将尘丹 是啊 这次我们六连殿需要甲丹境界的修士 一共是六名 那么现在已经找到了五名 如今呢 就差一位了 道友啊 若是肯去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而每位出手的修士 本殿都会赠送一颗将尘丹的 曹璐收起了笑容 素人说道 将尘丹 也许在这乱兴海的确是大名鼎鼎吧 但是那出到奎兴岛就闭关的韩力 怎么会知道这个丹 是否有对方说的那么神奇呢 屈魂沉阴了一会儿 才开口谨慎的问道 两位道友 能否先将在下需要什么帮助 具体的说一下 屈某再决定一下如何呀 这是当然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 就是本殿发现了一只六级的妖兽 本殿呢 想得到这个妖兽的妖丹 所以想请一些外员帮助 除掉此聊啊 轻描淡写的说道 六级妖兽 屈魂苦笑 一旁的韩力更是差点跳起来大骂这两个人呢 那想当初 一只四级的巨螳螂妖兽就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如今呢 来了个六级的 那不是想他们一干修饰全部去送死吗 哎 刀友尽管放心呀 本殿这次出手早就做了完全之色 没有多大危险的 因为到时候出手的除了本殿两位结丹妻的客卿长老之外 更是布下了六顿水波大阵 只要六名贾丹境界的修士前去主持一下阵法就可以了 似乎看出了驱魂的不快 大汉 连忙插嘴解释道 六顿水波阵 韩力觉得这个阵法有些耳熟 仿佛是那新如荫送他的阵法心得中 正有这个阵法方面的资料 因为事关重大 两位道友暂且容驱魔考虑两天 两天后再给道友们一个答复 你们看如何呀 驱魂在韩力的操纵下还是先说出了推诿的话语 听驱魂如此含糊的言语 曹璐先是一愣 但马上就笑容满面的答应了下来 但在韩力和驱魂想离开的时候 曹璐恒的大汉 让韩力将雪灵水和天虎夜一同带走 并且客气的说 就算驱魂到时候不答应这件事也无所谓 反正他们二人是交定驱魂这位道友了 听到对方说出了这般笼络的言语 驱魂微然一笑 就没有推辞的将玉霞收下来 然后客气了几句之后 就带着韩力走出了殿阁 一出了白水楼 韩力回头望了一眼此殿 轻摇了一下头啊 就找了一条街道 离开了这个广场 既然这六家殿阁 其实同属一家 韩力自然不好再去找这些地方 买什么讨价还价的物品了 毕竟已经收了人家白送的东西了 于是啊 他干脆准备找外围的小商铺 将一些想要买的东西配齐了再说 说起来 韩力此次初来 除了要买结单用的雪灵水和天火叶之外 还要购买一些制造二级傀儡的原料 虽然主要材料数百年的铁木 他自己就可以培植了 但其他的如铁木云晶石之类的辅助原料 还是要购买一大批的 另外 他还需要炼制四菱丸的一些药材种子 回去好炼制一批单药出来 好正式的调教一下那两只白蜘蛛啊 抱着这种心思 韩力走进了一家小杂货铺 将所需要的东西购买了大半 剩下没买的那些比较稀罕的物品 则多跑了几家也就算凑齐了 这下韩力心里一松啊 开始往其他类别的商铺也瞅瞅看看去 不过他最注重的还是出售单药和功法典籍的店铺 毕竟他的单方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极希望此地可以收到一两张 至于功法虽然这里不可能买到什么顶阶的 但是一般的就可以让他了解到乱星海的修饰 都修炼什么类型的功法 但一圈转过去之后 韩力心里惊愕了呀 当他让屈魂留在外面 自己进入一家单药店铺 张口问此地有没有住机器的单方卖的时候 那店铺的伙计竟然一把就丢给他数十一张各种类型的单方 这差点没让韩力惊讶的咬伤了自个儿的舌头 当他用不可思议的神情仔细查看所有单方的时候 整个人就傻眼了 这些单方啊 先不论所炼出来的单药珍贵有用没有用 所需要的主源材料竟然不是灵草之类的药材 而是各种等级的妖兽内丹 特别是几种罕见的稀有内丹 甚至需要六七级左右的妖兽内丹 才可以炼制出来 虽然说这些单药 同样还需要数百年的一些灵草才能炼制 但在这些单方中 这些灵草彻底成了辅助的材料 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灵药来代替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203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